在家裡燒香拜拜是許多民眾的日常 而在高雄有一名55歲的婦人 沒有抽菸 沒有不良事後卻莫名發生氣喘 嚴重到無法出門買菜 影響生活 而到醫院檢查卻發現肺部跟常年抽菸的患者 沒有什麼良藥 醫療團隊到家裡檢測才發現 家裡燒香燒到牆壁都被尋黑 這才發現原來是家中燒香的關係 而在環保局檢測 如果在密閉空間燒香 PM2.5高達不是7.6微克 但是如果把門窗打開 則可以降到38.6微克 國衛院也曾做過調查 家裡地區的PM2.5偏高 原因就是因為有大部分的老人都在家裡燒香 加上廟宇的密度又比較高 還有工廠異味的問題才導致整體環境嚴重空氣污染 但是因為它長期暴露的香煙 或是剛才講的不是香煙的PM2.5 那造成的支氣管的阻塞X光是看不出來的 107年衛福不統計 台灣人十大死疫慢性疾病就畏懼第七位 有6146人 空氣污染影響也很大 雖然有時候環境很難避免 但其實也可以像這樣 通過fairing儀器檢測呼吸功能 另外像是戴口罩 不要在家裡燒香等等 避免自己暴露在空氣污染的環境當中 TVBS新聞林一邦 孝文彥 高雄 載坊報導 MING PAO CANADA je MING PAO CANADA 男郎 載均 感谢观看